欢迎回到热情人追踪 根据水利署统计 2015年台湾每人每日 生活用水量平均是273公升 2019年增加到284公升 而且有逐年升高的趋势 因此势必得要拟定 开源节流的水资源措施 面对这回旱灾 才刚落成的新竹南辽 移动式海水氮化机组 紧急投入救援 每天产水量1.3万吨 不过海水氮化厂产水成本 每度超过30元 成本相当高 而这也反映出台湾水价 过低的问题 目前全世界平均水价是37元 而台湾平均水价 大约每度10元 是世界第五低 平均的水价 是否会造成浪费现象 水价要不要调涨 热线追踪带您深入了解 水一壶一壶的家 茶叶一桶一桶的冲 这是开饮料店的庄先生 每天早上固定要做的事情 我们的话一桶 我们都第一批茶 我们都煮3000毫升 我们的话我们有五种茶类加一桶水 这样的话我们就煮六桶 对所以大概就是一万八 光是煮茶就要用18公升的水量 而且每做完一杯饮料 还要用更多的水把杯子冲洗干净 结束营业后还要清洗打扫 一整天下来初估用水量可能要250公升以上 有些像做餐饮的话油的那种 他们的冲洗量就会比较大 那的话可能他们有些就会没有营业 我们家是因为我们有水塔 有的时候事先存着好 我们前两天我们就有事先存一个大水桶 所以其实基本上冲洗的状况 跟使用状况都还可以应付得了 张先生的饮料店就开在自家住宅一楼 营业用水和平常居家用水 用的都是同一个水塔 采访拍摄的这一天 刚好是实施限水的第二天 张先生洗杯子到一半 水塔的水涌光了 水龙头流不出水 索性他还有另外储水 才能勉强继续营业 水车穿梭大街小巷 为了阴影公武停二 苗栗和台中设置了不少临时取水站 一天的话 像我们有16点的话 应该一天要三次跑不掉 包括到晚上去这样子 水车容量大约在5吨左右 一趟可以补充三个取水站 一台车一天要跑三次以上 可见用水需求量之大 根据水利署资料统计 2015年平均每人每天生活用水量 是273公升 而且用水量有逐年增加的趋势 到了2018年已经飙破280公升 2019年则是来到284公升 国外学者出版的水资源世界地图显示 其实每人每日平均用水 只要100到150公升就相当够用 而台湾的统计数字 远远超过国外的研究数据 同时也凸显出台湾用水量增加 但真的有必要用到这么多水吗 这之中是否有浪费的疑虑 未来该如何开源节流 这是位在新竹的紧急海水淡化厂 2021年初正式启用 是台湾本岛最大供应民生用水的 海水淡化厂 这个紧急海水淡化厂从去年的10月份开始兴建 到今年产水完成 这个基本上的时间只耗用了66天 那这66天完成了这个紧急海水淡化厂 那产水量每天是1.3万吨来做设计 新竹每天的用水量大约55万吨 1.3万吨虽然只占总用水量的2%左右 却能解决燃眉之急 让新竹地区暂时不用面临到限水困境 这个蓄水池它的功能 就是我们从我们现在的左后方 从南辽渔港的南岸 我们会有设取水口 然后透过800公尺的一个这个黑管 把这个水送到我们这个海水的蓄水池 这个蓄水池的体积有700立方公尺 新竹紧急海水淡化厂 由经济部水利署北区水资源局管理 三间厂商提供技术 抽到蓄水池的海水 第一关会经过杀绿设备 把粗颗粒的杂质先洗净 之后再进到RO逆渗透设备 看到白色一圈一圈的就是RO逆渗透模 所谓的RO系统叫做逆渗透的水处理系统 它会把比较高颜度的海水跟淡水 去做一个分离 那我们需要的是淡水 这些淡水我们就可以拿来用 那剩下的比较浓一点 差不多增加1.5倍 这样的一个海水的部分 我们会收集之后再重新 回归到海里面去 处理完的海水相当清澈 没有杂质 会直接接到进水场管线 供给给民生用水 而四面环海的台湾照理来说 海水资源取值不尽 为何在本岛上海淡场相当少见 过去为什么海水淡化厂在台湾 尤其在本岛比较少开发 主要是因为国内的一个水价比较便宜 那海水淡化厂的部分 一般它的产水的一个成本 要到30到35块 这样比一般自然水水价还高的一个状况 就会产生民众还有产业 对使用海淡水的意愿比较低 主要原因在于水价 根据台湾自来水公司资料显示 全世界水价最贵的国家是瑞士 营均每度水86元 同样身处亚洲的日本 新加坡 韩国 分别是49元 35元和15元 台湾的水价则是在10元左右 是倒数第五滴 只略高于亚美尼亚 伊朗 阿根廷以及摩里西斯 世界平均水价则是37块 我们水价非常不合理 我们没有把我们水价应该有的成本 计算在里面 我们只用到我们饮水的 这个主要的这个营运成本 但是建坝 维护管理 生态保育 甚至于这个废水回收 还有污水处理 它都没有把它计算在里面 其实这都是外部成本 应该要把它内部化 以价质量可能会引发反弹 但却是短期内最快速 最有效的方法 而且多收取的水费 能使用于态患管线 降低漏水率 减少浪费 也能用在集水区的水土保值 增加蓄水率 打造永续长流的循环 把水留在台湾 没关系 一切都把水平成本 一切也能定就在里面